我们上次谈到70年代的高通胀 高利率 最后结果是膨胀下来了 然后持续了40年的低利率 那么低利率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他们通过降低消费者的信贷购买成本 以及企业投资设施设备和存货的成本来加速经济成长 第二他们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 这是以贷房和储户为代价的 第三他们降低了企业的资本成本 从而提高了盈利能力 第四他们增加了资产的供允价值 资产的理论价值可以定义为 其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线值 贴线率越低限制就越高 因此随着利率下降 市盈利和企业估值等估值参数价值上升 房地产资本化率下降 他们降低了投资者对他们正在 这是第五他们降低了 投资者对他们正在考虑的投资所要求的预期回报 因为利率降低了 相应的这也就提供了 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 这可以在债券市场上最直接的看出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降息了 价格上涨嘛 但它在整个投资界都有效 第六通过抬高资产价格 他们创造了一种财富效应 让人们感觉更富有 从而更愿意消费了 第七也是最后 通过同时增加资产价值和降低借款成本 他们为那些使用杠杆购买资产的人带来财富 最后这一点 我们想一下在低利率量和低率下降的环境上 使用杠杆的买家 第一他分析一家公司得策的结论是 他每年可以从中赚取10%并决定购买它 然后他问他的资本市场主管 借到75%的钱要花多少钱 当他被告知是8%的时候 他会就尽快的尽量的推进借款 以8%的利率 介入了4分之3的资本 赚取10%的收益 这样就把他自己的另一四分之一 他的股权的回报率就提高了到16%了 超过了市场上10% 第三银行竞相发放贷款 结果利率7%而不是8% 这样使投资更有利可图了 这时候杠杆回报就变成19%了 第四 他的浮动利率债务的利息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当他的固定利率债务到7的时候 他发现他可以以5%的利率再展期 现在这边交易简直就是本打垒了 25%的杠杆回报 其他条件都一样的话 所以低利率对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来说 确实是非常好